哈囉 我是陳寗官 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 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寗官 歡迎我們支持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看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資金行情再度搶搶棍延燒 費半事實上也拉台了 台股今天再創歷史新高 那全球的金融市場 一方面歐美國家都有解封的行情 另外一方面亞洲幾個國家 包含了印度、越南跟台灣 都有疫情的干擾 但是股票市場搶搶棍 這一波創新高的比比皆是 然後同一時間今天TIFA重新談判 那外界除了關心 美國對台的相關戰略之外 另外一個核心的戰略是半導體 白宮這一次確定會挹注 500多億投資美國半導體 然後同一時間金融時報今天也追蹤了 在台灣內部的假訊息 恐怕是對台統戰的其中一個資訊戰的武器 那與此同時呢明天7月1號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 習近平有公開談話他說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而這一個學者觀察 這樣的說法跟當年李登輝前總統 他說我是不是我的我非常雷同 而我是不是我的我跟我將無我 會將我們帶到什麼樣的未來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洪素卿 你問好 大家好 再是董劉文老師 大家好 再是文傑 大家好 再是朱月中 大家好 再是黃創夏 大家好 好 這個本節目今天不是在講 繞口令 因為7月1號百年大慶 這一個北京確實有各式各樣的慶典 跟公開的談話 那習近平的談話 我將無我不是第一次出現 可是這個時候又出現 好創下剛剛看到的是 習近平對於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 公開談話 他講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那當年李登輝前總統 他講的是我是不是我的我 是 習近平現在要邁入中國的第二個百年 而且他要繼續領導下去 所以他在頒發七夭勳章的時候 對於這些重要的中共的黨員們 特別勉勵他們 也表達他的心境叫做 我將無我 不負人民 而習近平這個講稿裡面 還特別抄了毛澤東的名言 敢叫日月換新天 希望他們要堅決奮鬥 然後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 他再提了一次 我將無我 可是這段話事實上是習近平在2019年的時候 去意大利訪問的時候 跟意大利的議長在談的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決心要繼續連任下去 所以當時他就講說 我將無我 不負人民 我願意做到一個無我的境界 為人民奉獻犧牲 習近平在講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意思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為了要為黨奉獻 為黨犧牲 時間到了他不會離開 可是這樣狀況很多人就想到說 習近平的文膽好像在開始抄襲到李登輝總統的名言 我是不是我的我 李登輝是當年的時候接受司馬來臺灣訪問的時候 提到了臺灣人這個特殊的歷史情境 李登輝特殊的成長情境 又是日本人 又是黃明化 又是國民黨來 又是這個中間的轉轉轉轉轉 然後這樣一個歷史情境裡面 臺灣他怎麼樣帶出臺灣的狀況 臺灣人的悲哀 李登輝特別說我是不是我的我 我將要超越自我 達到無我 這叫做一個超越 所以李登輝那個無我 是無私 是完全就是在這個歷史情境裡面 幫臺灣找到一條出路 可是習近平我將無我 是說其實告訴的是黨員們 還有共產黨的所有人 黨將無你 只剩下我習近平 為什麼這樣講呢 在這個情況 他在勉勵這些頒獎的過程中 中紀委的副書記長蕭培特別講說 很多時候他們已經發現黨將無我 共產黨員裡面黨將無我 從十八道以來 共產黨習近平在清理裡面 已經查處了409萬人 批評和教育處理掉883萬人 而十九大之後 有四萬兩千人被主動的要求他們去投案 這些人都被清掃 所以目前為止習近平在不說 我將無我 我將繼續連任下去的這個路途上 已經共產黨黨員已經有1296.2萬人 被清理了 佔整個共產黨黨員 9191萬的14% 也就是在習近平我將無我的過程中 已經有七分之一的黨員被修理 被處理了 而且在這個時候要求習近平說 你們以後都要為黨 為愛黨 信黨 這個黨就是指習近平 而在這個我將無我的過程中 其實整個胡錦濤 江澤民 朱鎔基 他們都發現黨將無我 他們在黨裡面的位置都不見了 因為他們現在有個大型晚會 叫大型征途 兩萬多人參加共產黨員去慶祝 裡面應該都是很多的狀況 都是共產黨員 可是江澤民 胡錦濤 朱鎔基 還有溫甲寶 通通沒有被通知 通通沒有被出席 包括剛剛前面去講的那個大會 班養的大會裡面 他們在今年的時候 還特別公布了一個 光榮在黨50週年的一個紀念章 那胡錦濤和江澤民都有這個資格 結果頒獎的時候 他們也是黨將無將 黨將無胡 通通都不見了 那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而那個兩萬人的大會 就變成是一個最高機密 所以就算是胡錦濤 江澤民 可能事先都不知道 為什麼 這兩萬人的大會裡面去參加 比如說裡面有一個叫宋家的人 他是在上海隱居室的一個評審 他去參加會被消失20天 你白天的時候去操演 去去演練的時候 手機是被統一沒收的 到晚上才還給你 所以到底有哪些人參加 裡面的會議是什麼 所以你看習近平在做這個過程中 已經有一千多萬黨員被處理了 然後包含這些老人家 通通沒有參加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的大會裡面 當然要去延續唱的就是 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裡面 張韶涵還有成龍都去唱了 朱江在入口 黃河在入口 當年抗戰時候的一個名曲 然後這時候習近平裡面 還更明確的是 接著我將無我 因為我就是黨 所以他們就發表了這個 100週年的新時代黨史和文獻工作 那裡面發現說 習近平整理了 習近平的著作有41本 但是跟黨這麼重要的百年裡面 毛澤東只剩22本 鄧小平只剩10本 江澤民只剩8本 胡錦濤只剩4本 習近平一個人佔了將近47% 折割黨重要的文獻和著作 講話都是習近平 可是習近平這樣一個全面的觸控狀況之中 其實全世界對他就更警惕了 所以你會看到 昨天的時候 日本的防衛項副大臣 說台灣是個民主國家 6月3號的時候貌目敏充 特別提到台灣國內 然後菅義偉在6月9號的時候 講到整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講到一個防疫結構是 台灣 澳洲 紐西蘭 這些國家該怎麼去處理 該怎麼去因應 都用國家 人家講這樣一個情勢 為什麼越來越重視台海 日本為什麼那麼關心台灣海峽的安全 很多媒體就說 包括美國之音就說 習近平真的是總加速師 這些人那麼挺台灣 那麼幫助台灣 都是因為習近平的這個暴權 還有這個威權 造成全世界都要挺台灣 好 我請教董老師 你能不能觀察 欣平再一次公開談話講 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那當年李登輝前總統講的話是 我是不是我的我 OK好的 明天就是中共的建黨百年 它執政也超過70年了 所以說憑良心講 它一定有一些它的政治韧性 跟它的成就所在 中共現在已經在鋪天蓋地地宣傳 它的那個政績嘛 但是如果禁止批評 那麼這個讚美也沒有意義喔 所以我來講幾件奇怪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習近平這個 我將無我 嗯 錯 習近平你就是習近平 現在的習近平呢 叫做習之呼吸全集中 集中在你習近平身上 就是說你這個紀念 百年的紀念 你怎麼會全部集中 集中在你一個習近平的身上呢 第一件事情 剛剛談到了 受勋的問題 其實這一個禮拜喔 中共上上下下都在受勋 舉個例子 國台辦 剛舉辦受勋典禮 受勋給誰 入黨50年 有貢獻的人 所以呢 最老的唐樹輩 超過90歲了 陳雲林出過問題的人 現在都出來受勋了 這國台辦做的嘛 所以中共上上下下都在受勋 到了你黨中央受勋的時候 怎麼會缺江澤民跟胡錦濤呢 這不符合中共的政治慣例 跟政治規矩 第二個 你是怎麼紀念 這個所謂的建黨百年 你居然缺了你的創黨領袖 陳獨秀 這什麼意思 國民黨在紀念你建黨百年的時候 敢缺了孫中山嗎 陳獨秀就是你中共的這個孫中山 你怎麼不提他呢 陳獨秀這個人 他信仰馬克思主義 可是他當時的革命理念 中共建黨的革命理念 是實行西方式的這個民主政治 這是陳獨秀講的 他要的是民主憲政跟共和 好吧 我們就來講毛澤東 毛澤東的前半生 也就是前半個毛澤東 毛澤東後來也變得不是毛澤東了 簡單的說革命時期的毛澤東 對民主憲政的要求 的那種言論跟講話 腐蝕皆是 我隨便講兩段 在抗日的時候 毛澤東一天到晚 掛在嘴邊的 有兩件事情是 對中國很重要的 一個是抗日 一個是民主 1945年 抗日成功以後 毛澤東主張 中國現在需要的事情 一個是獨立 一個是民主 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 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 既然大家有飯吃了 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 政府以趕快開放黨禁 扶植輿論以為誠意 推行憲政的表示 誰講的 對不起 毛澤東講的 結果呢 搞了一百年之後呢 現在 按照陳獨秀 當年的民主的 這種 建黨的理念 按照毛澤東 民主革命的 我剛剛說的那些主張 他剛好就是今天 這個習近平你所講的 社會主義民主政治 你今天所講的社會民主政治 只有你共產黨 才能領導中國 不就是當年 蔣介石 封建 專制 那個政權的翻版嗎 不就是那個 陳獨秀跟毛澤東 當年要革命推翻的對象嗎 再過來講 三座大山 這個很出名 這個中國的革命推倒了 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 三座大山 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 官僚資本主義 今天你看看中國人民 有新的三座大山 上學難 住房難 看病難 新的壓在中國大陸的 三座大山 為什麼會有 這新的三座大山根源 就是你這個體制分配不公平 你這個體制 貧富的差距太大 它的來源其實還是要回到 舊的三座大山又復活了 帝國主義 這是中共外交部講的 不是我講的 新的八國聯軍出現了 舊的八國聯軍是為了剝削 殖民中國 新的八國聯軍是為什麼而來了 為了台灣的民主自由 為了新疆的人權 為了香港的人權而來了 新舊八國聯軍 出發點不一樣 按照你中共的說法復活了 所以我覺得 等於說中共百年 固然有它的成就 但是你得看看你當年 你是怎麼承諾中國人民的 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好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7月1號 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 習近平今天公開談話 他說我將無我不負人民 然而面對的是 美日為首天下為中的局勢 好明節剛剛看到的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串聯G7 反中為中的 這一個政治架構格局 同時今天金融時報最終 在台灣假訊息泛濫 對金融時報報道 中國利用疫情 發動對台一個假訊息的一個攻勢 那當然助長了這一個台灣社會 對於疫情威脅的恐懼 那也破壞了台灣的社會穩定 那製造對立 那這篇報導的這一個 撰稿的記者 習嘉琳其實他在駐台 時間非常長 其實對台灣有很多深刻的觀察 那中文講得也非常好 那他特別提到說 台灣在五月中疫情爆發之前 連續16個月防疫成功 相關的民調都顯示說 有高達68%的台灣人 其實在這段時間 因為國際的疫情威脅 因為台灣防疫成功 讓台灣社會其實某個程度 是呈現相較於其他國家 是更團結的一個趨勢 但是在疫情爆發之後 他觀察到說認為 這一個台灣內部 特別是政治上面的 這一個政黨的黨派的鬥爭 還有包含像假訊息的升高 可能都嚴重的撼動了 這台灣社會的一個穩定 那他也特別強調說 其實觀察國際上來講 各國在面對疫情的威脅 其實內部都會呈現一定的社會動亂 包含像美國的確一開始的時候 包含對於川普政府的 這個隔離的政策有意見 也有很多大規模的示威 連德國也甚至對於疫苗有所反彈 那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如果今天放在台灣發生 他認為說 對於台灣國家安全的威脅 其實相對其他國家來的更高 因為台灣除了疫情跟病毒的威脅之外 還面對到中國的武力威脅 也就是疫情加上敵情 所以台灣的一個危機應該是更深刻 那不過他在這一個相關的假訊息上面 他認為說 中共對台 這攻擊的網路攻擊的首選 基本上就是透過網路 那他特別強調說 像包含像這個很多LINE群組 都是這一個 中共發布假訊息的一個重要平台 然後譬如說或者是 由這個台灣的網路的PTT 然後最後 由台灣的媒體可能進一步去引述 變成一個看似真正的一個新聞 那推波阻攔之下 就會發酵成一個 這個可能對台灣社會有嚴重影響的 這一個疫情的假訊息 那他特別引述說 台灣有一個非政府組織 叫IORG 就Information Operational Research Group 這一個專門研究網路的訊息的 這一個機構 他特別強調說 這個台灣的很多假訊息的 有關疫情的新聞 的確在網路的聲量都非常高 而且討論度是最高的 那的確對於實際狀況 也有造成一定的影響 那調查之後發現 這很多都是來自於中國官媒 或者是網路平台發布的訊息 轉傳到台灣來 所以這一個習嘉年他對於台灣 受到這一個中共的假訊息威脅 當然也是非常擔憂 不過他認為說 台灣的下一代年輕人可能未來 因為面對很多的假訊息的攻勢之後 可能下一代對假訊息會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能夠更清楚去判斷 這個事情的一個真實或者是假象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然美國的這些網路研究機構 最近也公布一項報告 有一個叫Record Future 這一個網路研究報告 他也特別談到說 中國的一個網路作戰能力 恐怕已經發展到 已經是屬於世界頂級的一個程度 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特別強調說 中國因為有大量的人力 還有所謂的這一個時間 還有很多的耐心 可以用於網路上面的作戰 那他以最近這幾年 中央很多國家遭受到 這個解放軍網路攻擊為例 那特別又曝光了一支 駐守在新疆的 叫69010的一個部隊 這支部隊當然屬於解放軍的 一個戰略支援部隊 也就是正規的網軍 他認為說這樣的一個網軍 可能在進行竊密之外 可能也是對其他國家進行 所謂的這個國家基礎建設的一個攻擊 不過就我們過去其實長期的觀察 相關的解放軍的網路部隊 絕對不只這一支 因為過去最著名 曾經被美國起訴的 這個住在上海的 這個61398部隊 後來還有曝光這個61486的部隊 甚至在北京有一支叫61786 那連在山東都有一支叫61419 有專責對日本進行所謂的網路攻擊 所以日本先前曝光 他有200多家企業都遭受到 這個網軍的一個竊密的行為 連他的一個宇宙太空部門 也遭到這個駭客入侵 那美國更不要講關鍵基礎設施被害之外 連核子武器庫都 這個曾經遭受到駭客入侵 那對於台灣的部分 其實除了這個竊密 或者是攻擊關鍵基礎設施 最重要回到我們剛剛講的假訊息 也就是這個網路上面的政治作戰 這樣的一個假訊息 其實他的一個大本營 美國的智庫先前披露 應該是在福建福州 有一個叫311基地 這個311基地 其實找了非常多 來自於中國解放軍的國防大學 南京政治學院的很多 也算是高材生 這些人熟知國際情勢 對於很多的網路社群媒體的經驗 也都很有經驗 利用他們直接組成 所謂的這個網路上面的一個 資訊作戰的一個部隊 那對台散播所謂的假訊息 而且這個部隊 他基本上來講 他下面還有所謂的解放軍的 這個宣傳局 或者網路輿論局 非常多跟解放軍 都是有直接關聯性的部隊 那直接在操控對台的輿論作戰 那不過這個解放軍的網路作戰 是不是這麼強呢 英國另外一個支部 這個國際戰略研究所 特別強調說 他網路的技術上面 解放軍或許有所提升 不過因為受制於他的一個意識形態 特別是他網路的攻擊的目的 主要是為了滿足中共領導人 特別是習近平的政治目的 所以的確解放軍的一個 網路攻擊的能量 在攻擊上面的能量非常強 但是他在防衛上面 特別是網路上面 網路安全的一個防護上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漏洞 那也非常的鬆散 所以他認為說 網路技術上面的攻防來講 恐怕他還是落後美國有十年的時間 不過不管怎麼講我們觀察 近期台灣疫情爆發之後 其實除了解放軍軍機 先前6月中 有一度28架的軍機來騷擾之外 後來你可以觀察說 他軍機的這個 在台灣西南空域出現的一個頻率 似乎有下降的這個趨勢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觀察說 軍機來這個騷擾台灣成本 相對來講非常高 那如果今天假訊息戰 可以讓台灣已經造成社會混亂 對他來講是有更高的成本效益 那軍機基本上台灣有空防 他進不來 但是假訊息已經透過網路 慢慢一步一步在滲透台灣 好那創下同一時間 在台灣非常大流量的 資訊媒體網路媒體 台灣蘋果日報 現在已經這個紙本 停刊了 那全面的網站跟這個網路數位化 可是今天也傳出來 可能有幾組的買家 是今天其實台灣大家很關心的 就是香港蘋果這個母集團 黎智英被抓 很多重要人物被抓 然後被凍結資金之後 終於撐不了26年撐不下去 那台灣的蘋果 能不能傳承下去 結果今天傳出來 有明確的買家 而且很可能在7月30號 就可能會正式簽約 其實在過去的時候 5月18號的時候 台灣的蘋果就宣布 停止了紙本 然後進行了那個紙本有關的裁員 326人 接著就是蘋果新聞網 完全做網路 到5月24號 香港蘋果都整個收下來之後 台灣的蘋果就說 他們一定會努力的想辦法 撐下去 因為要把它傳承下去 所以到了29號的時候 他們講說 已經有潛在的買家 開始去進行談了 那昨天的時候傳出來是有 在北台灣的重要的房地產集團 或是全台灣的一個金融集團 但是今天傳出來更明確的是 伊美集團 愛爾利集團有興趣 而且已經進行了實質懲查 滴滴的狀況 如果這查下去的話 很可能7月30號他會簽約 然後長如山在這個媒體資訊出來之後 也對媒體來講說 他認為蘋果新聞網 是有很多相當好的優質內容 所以他會尊重他做醫美的專業 尊重醫學專業一樣 會尊重新聞品質 而這長如山是誰呢 他是出生在台南的眷村小孩 然後眷村二代 那他曾經讀過中正育校一年 但是後面又轉成了五專 然後後面開始做的是 從淨水系開始做 跟著他科哥 後面去賣了很多化妝品 一路上來到了2002年之後 創立了這個醫美集團 到現在兩岸有76家的分家 就是這種分店 所以他要去介入會怎麼樣 大家非常關切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這個階段我們要透過視訊連線 跟前疾管局的局長張宏仁 張局長張老師連線 老師你好 大家好 好 老師先請教你 事實上這個週末聯亞生計的疫苗 二期中期解盲 那外界有不同的聲音跟意見 然後食藥署事實上 這兩天的進度要求高端補件 那這一個審核EUA的時程跟進度 可能拉到7月底 老師怎麼觀察這兩家 國產疫苗的進程發展 食藥署要求補件這件事情 在我們藥界這個是常態 幾乎所有的新藥 到食藥署去申請上市許可 食藥署的同仁跟他的專家 看資料是非常非常仔細 那我們要知道這個審查資料 如果把它印出來 大概是一卡車 大概上萬張以上的資料 分門別類 所以他們第一階段會先檢查 你有沒有哪一個部分 是不足的 然後呢整理之後 那他們才會分門別類 讓他的所謂的審查委員 各個部門的專家 那麼去做深入的檢查 然後再開審查委員會 那麼對於 不管是高端或者是聯亞 他們現在二期的資料 我們也只能夠就二期評論 我覺得大家都有一點點過度解答 那簡單的講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綜合性抗體 他在還沒有標準化之前 這些數字都僅控參考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等的就是食藥組 什麼時候會拿這個中研院呢 幫部桃那兩百個醫護人員 這個數據跟這兩家公司的數據比較 這個當然是免疫橋接最重要的一部分 當然但是他還有其他的 從製藥、品管、藥理、毒理 以及疫苗的許多特性跟臨床試驗的資料 他們都要去檢視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去審查 我們就靜待食藥署這兩家公司 去把這一些作業的細節定了 那大家在這裡猜測 其實我們也都是在猜測 那他有些時候補件 他的資料很簡單 那個申請的廠商 他很可能三天一個禮拜就交出來 那有些時候他要求的東西非常複雜 你說不定要做半年才 所以我們現在不知道 那我們當然是祝福這兩家公司 他們當資料完整之後 那他有可能獲得 我們第一個我給的這個緊急使用獲得 好那老師我再請教你 另外一個部分是疫苗爭取的進度 今天有41萬劑莫德納到貨 那事實上這一個新聞資料說 包含台積電永齡 甚至包括了慈劑的採購疫苗 好像也在進行當中 然後昨天國衛院 這一個媒體有追蹤了相關的資料 準備發展二馬NA技術平台 那作為將來爭取相關疫苗代工的 這一個基地 那你怎麼觀察 各方對於這一個戰略有不同的意見 對於這些民間機構 公司或者是慈善團體 他們願意站出來 替我們的人民爭取額外的疫苗 我覺得這個是絕對正面 目前看起來已經到達最後 跟供應廠商在洽談合約 跟是否在比方說7月底以前 或者是8月底以前可以供多少貨 應該已經是進入這方面的談判 那希望他們能夠順利 因為我們現在疫苗的確還是絕 那至於代工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一次政府大概已經想通了 過去政府都覺得這一類的 這些工廠需要民間自己來投資 政府不太想介入 那有些時候民間要求政府幫忙投資 政府也有點龜毛了 那這一次是經濟不出來拜託大家說 那我們有沒有能力 那長話短說 我們呢 以代工這個行業來講 我們落後的新加坡跟南韓大概20年 那不代表我們沒有能力 是因為我們沒有決心 那我們也不是缺技術 代工的技術其實它並不是很 我們缺乏的是決心 那這個決心呢 過去政府都覺得這是民間的事 政府那第二個就是 比方說新加坡是靠政府 那韓國是靠這個大 你知道嗎 三星集團 LG 但是過去我們的電子業 其實沒什麼興趣的 知道最近郭台銘 郭董 他們去投了台康 所以我們落後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們這次下定決心 當然未來我們就會有這個能量 不過這個呢 當然不是明天 就縱使我們這一兩個月 勸下這個合約 可能也要兩三年之後 才有辦法開出承門吧 所以這個並不是 這個叫做圓水救不了進口 但是那個對未來的供應鏈是很重要的 OK 就是說那個可能是一個長期的產業的發展的戰略 但是以這半年的疫情來講 顯然是來不及就這一波疫情的火 那張老師我再請教你 在台灣本地今天新增的本土案例當中 增加了一個屏東的這一個案例 也確實是Delta病毒株 你怎麼觀察這一個Delta病毒株 那可能在台灣造成的影響 我覺得Delta病毒株是上天送給我 真的嗎 很多人很難相信我這樣子的一個評論 如果不是Delta呢 我們可能會幻想用邊境管制 跟這個三級一天到晚享用清零 那麼這種三級的管制呢 至少有幾百萬家庭 他們是他不像我可以用遠距上班 很多人是沒有辦法遠距上班 很多做零工的賣小吃的開餐廳的 他可能一個禮拜沒工作就沒收入 更不必講一個月 所以我覺得Delta病毒告訴我們說 你用再嚴格的方法 你也不可能百分之一百千 所以他是給我們一個警惕 我把它講成禮物的意思是說 他這個病毒呢 傳播力這麼強 這麼難圍堵 那我們還笨笨的一直以為 圍堵是最重要的策略 那這個呢 最近在做的這一些圍堵是對的 因為他在練兵 說我們有能力 但是呢 當我們再往後面看幾個禮拜呢 我們當然會相信 柯P呢 他可能這一次是他超前部署 大家不要小看 柯P的這個部署的這個智慧 為什麼 所以我是認為 經濟呢 如果要完全恢復正常 除了打疫苗之外 我們大概未來不可能 用這麼嚴格的管制 來面對這個新的病毒 好就變成說 防疫跟經濟當中 如何拿捏政策的分寸 因為確實在台灣有相當多的服務業的倒閉潮 那那個引發的社會壓力社會問題 也是逐步的像個悶燒鍋 那持續的在炸 所以簡單的講就是 防疫跟經濟跟生活要平衡 那在過去疫苗還沒出來之前呢 當然我們過去這一年 防疫做那麼好 我們當然不可能 大家不可能接受這個想法 但是現在其實已經慢慢有幾個國家 開始在打第一槍了 這個最重要就是我們可敬的對手 新加坡嘛 新加坡已經受不了了 因為它的確 它要靠觀光靠領舊 靠它的航空等等 都是要靠人 那它已經決定跟這個病毒長相左右了 就是你必須要忍受病 那慢慢一定會有國家說 我們現在未來可能 漸漸不管確診是多少 那這個就比較像流感 比較嚴重的流感 就是說我們只看重症 那確診只看大數 不會是每一個個案都去追 我們過去流感季節的時候 也不會有一個人流感 然後你就去把它全加危險 那你去想想看說 這個病毒有比流感嚴重多少嗎 我們現在的疫苗 比流感的疫苗要好太多了 這個也是科學界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覺得沒有 我相信再過幾個禮拜之後 大家一定會 很認真的考慮我今天講的話 就是我們慢慢的需要 要學會跟這個病毒長 好非常謝謝張宏仁老師 接受我們的連線 謝謝張老師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台美TIFA今天重啟談判 事實上台股今天資金行情 再創歷史新高 不過多頭真正的總司令 來自美國 這一次美股跟廢伴 接二連三的這一個漲不停 確實帶動了全球一波資金行情 確實這一波的市場行情 真的是搶搶棍 看回不回 我們一直都這樣子在講 現在我看也沒有人敢再說要看回了 因為真的連續持續的創歷史新高 而且不是美國 而是幾乎是全球性的這樣子的上漲 真的顯示市場的熱錢 真的是多到滿出來 所以我們先看到幾個數據 第一個我們看到 以今年來說目前市場上 你可以看到有人可以漲幅超過三成 大家不要忘了 上半年都還沒過完 已經有人可以漲到三成 那前幾名的市場當中 大家可以看到 怎麼感覺上好像疫情蠻嚴重的國家 照樣漲 那顯然就是告訴你 就是真的就是資金行情 比如說你看到越南 越南全世界 昨天我們講的時候它第三名 現在又往前進了一名 全世界漲幅第二名 那如果你看到近三個月 尤其這近三個月很可怕 我先打個唱 今年主要股市台股排名漲幅第九名 對 也是很強 對 台股漲幅當然也是非常非常好 真的就是市場上不斷的撒錢 因為我們前面也都提過 從各國都在撒這個救濟金 可是這救濟金坦白說真的蠻多 都流進到股市裡去了 因為救濟金坦白說拿到錢那麼少 我倒不如丟到股市裡面 還可以翻好幾番 這就是現在市場上現實的狀況 所以我們各別來看各個市場 我們首先先看到美股 美股的標股的部分 今天凌晨是只有收大概幾乎是平盤 但是它今年以來已經漲了14.26%了 再來看到納斯達克持續創歷史新高 今天凌晨收入盤又小漲了大概0.2% 今年以來大概漲了將近13% 漲了最多的以美股來說就是肺半 肺半今天凌晨又漲了0.77% 今年以來大概漲了20%左右了 今年平均而言漲最多的其實還是在亞洲 我們剛剛看到前10名當中 越南跟台灣都是排在前面 所以你看到越南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漲了28%多 台股把今天加進去也超過20%的漲幅 其他我們就不一個一個去念 可是好的同時亞股也是有人不好 誰最差 你看到香港的創業版的指數 今年大跌了快要20% 事實上是因為它去年真的漲太多 它去年漲了60幾% 那今年大概就都吐回來 又再加上因為美國不斷的對中國制裁 那在香港創業版的部分 有很多就是中國這些科技股 那連帶都受到的影響 所以它的跌幅相對是大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各個亞洲股市 我們一個一個來看 今天越南稍微回檔一點點 不過今年以來的漲幅到今天算進去 大概也有27%多 那台股我們在前一段也提過 今年漲了0.89%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漲了20.52%了 好 韓國股市今天也有小漲0.3% 不過它的歷史高點是在上禮拜 6月25號出現的 所以這兩天稍微有 雖然有再漲 可是沒有再過那一天的歷史高點 那印度也是類似的情況 雖然今天也都還在漲 可是它的高點是6月28號創下來的 那時候 是5萬3千多點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 印度是漲了10.5% 那牙股當中相對比較弱的 第一個我們看到新加坡 你說它弱呢 其實它也漲得有10% 只是它之前高點是在4月 所以它最近是相對是比較弱的 那香港創業榜我們剛剛講過 它今年真的是蠻慘的 真的是大家都在找它一路跌 所以它以指數來說 它是今年全世界跌最多的 不是只有亞洲 全世界跌最多的 那一個很大原因就我們剛剛說的 它被美國制裁 所以很多的年代受到影響 那再來東南亞的幾個國家 馬來西亞 我們也知道它的疫情很嚴重 而且就在昨天它又宣布 要無限期的繼續封城下去了 因為它已經延了好幾次 後來發現止不住 所以它的股市高點也出現在4月 最近都相對弱 今年以來也跌了5%多 那菲律賓島看到最近好像漲得蠻多 可是你看它的走勢就很明顯 從年初一路往下滑 是一直到了五六月才開始反彈上去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它還是跌了3%多 那最後我們看到印尼 印尼也是一樣高點都在今年年初 所以今年到目前為止大概只有打平而已 好 我們稍後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今天提法重啟談判 那這一個美國領軍的多頭市場 資金糖情搶搶棍 全球主要的市場都跟著延燒 台股當然也跟著走高 美國商務部長事實上接受了媒體訪談 觸及了好幾件事情 他給了路透社一個獨家 他說台積電尋求美國政府協助購買疫苗 但是究竟是購買哪個品牌的疫苗 他並沒有明確說出來 那月中同時商務部也證實 美國這一次加大力道扶植美國半導體 確實美國雖然他們也一方面說 這個疫苗跟晶片不能混為一談 可是事實上你要兩個脫鉤 其實真的是蠻難的 尤其我們看到美國在不斷的要去拼 他們要自主美國的半導體供應鏈 他當然需要台灣的幫助 尤其是需要台積電 所以台積電也知道台灣當下疫苗的處境 所以台積電如果真的有跟美國要疫苗 我覺得都是很合理的推估 好那回到美國我們再之前也追蹤很多次 美國一直說要砸錢要扶植半導體 可是這個預算其實一直都沒有過 所以商務部長雷蒙多好 最近他新聞真的很多 來說一定要在這一次的美國國會 8月份休會前要趕快把這個預算通過 因為520億只是一個影子 重點是後面可以帶動大概有1500億美元的投資 而且美國在這未來幾年打算蓋7到10座的晶片廠 這個對美國未來半導體供應鏈 確實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關鍵性的一個計劃 所以一定要讓預算過 那不只美國在燒錢 我幫大家整理的這世界各國真的是 都在燒錢比賽砸錢 要趕快擴建自己的半導體的供應鏈 好 除了美國之外 美國的政府要砸錢補助企業 那企業自己也成立了一個叫 美國半導體聯盟有64家的業者 這其實我們在之前也有追蹤過 不只是美國本土業者 包含了台積電 三星 艾斯莫 其實都有加入這個聯盟 那在韓國 韓國真的是向來砸錢不手軟的 美國520億 相較於韓國是4500億美金 美國真的是一點而已 那韓國真的是拼了 拼什麼呢 就是想要贏過台灣 所以政府砸大錢 那企業當然也都跟進了 所以韓國企業有150幾家 也準備加入這個聯盟 好 歐洲的部分 我們之前也追蹤過 歐洲有一個2030的數位羅盤的計劃 希望能夠提升自己的半導體的試占率 所以他們打算投入500億歐元來做這個計劃 日本 我們之前也都追蹤過 他們想要拉攏台灣跟韓國去加入 只是實際上他們要砸多少錢呢 倒是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只知道今年初期大概會先砸一兆日元 那後續的部分就不清楚了 那中國當然在這一波 不斷的被美國這樣子封鎖之下 中國現在理得一個叫晶片對抗計劃 準備在未來五年要砸1.4兆美元 非常誇張的數字 當然又想要建立他們自主的供應鏈 好 不過世界各國都這樣子 拚命砸錢擴充半導體設備 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我們看到有這個媒體業者統一這個圖表 你看到在這個圖表裡面有兩條線 一個是綠色的這個是指的是資本支出的部分 藍色的是實際上的半導體市場 大家可以發現在這裡面還有一條紅色線 把它叫做資本支出危險線 它指的是說如果當年度的資本支出 成長超過四成之後的隔年或接下來幾年 其實市場反而會萎縮 因為會產能過剩 對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注意到的問題 好 那另外一方面要講到這個半導體 NVIDIA 輝達 哇 真的要去注意到 我們剛剛說美股不斷創新高 輝達的股價也這幾天一直在創歷史新高 今天收盤最新的價格已經佔上800塊美元 它超車特斯拉很久了 對 那它今年漲幅已經高達50幾%了 52%多了 而且就有很多的投資機構說 因為現在AI晶片down 那AI晶片的龍頭就是NVIDIA 那它去年在AI晶片的光收入就有230億美元 全球市占率是5% 到2025年的時候 光NVIDIA它就可以賣AI晶片700億美元 而且市占率可以達到10% 所以它的龍頭地位會越來越穩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走勢圖 真的就是從今年以來一路的往上衝 所以市值已經逼近5000億美元大關了 那韓國的部分我們看到SK海力士 他們在今年2月一個新廠的落成 現在到年底它預估一個月可以生產1.8萬片 而且它準備要再擴充這個廠 讓它能夠提升做10奈米的低潤 那再來中國的部分 我們知道中國的尤其是華為不斷的被封殺 所以現在傳出來華為準備在武漢 建立他們自己的晶圓廠 要自產自銷 不過很多的媒體 尤其是國際的機構都認為說 華為說是這麼說 而且它找到這麼多人力 找到這麼多錢 你真的做得出來嗎 任正非自己也出來講 尤其是在5月份的時候 他們自己內部的一個談話當中提到說 真的他們還是要靠美國 因為美國畢竟還是這個領域最厲害的 另外一方面 中國的網友真的是鬧了一個大笑話 就是說現在中國的晶片廠在研究說 看能不能把既有的晶片合併之後增加了效能 只有居然有網友 尤其是愛國漫畫家烏合麒麟說 我把兩個14奈米的晶片合在一起 就可以等於7奈米 最好是 對 被人家笑翻了 那就有網友自己 中國網友說 那50度C的水 加50度C的水 加起來就100度了 或是我把100片 14奈米的疊在一起 不就變0.14奈米 最好是可以這個樣子 那最後我們看到這個 梁夢松我們都知道 他已經確定會繼續在中心留任 為什麼呢 當然就是中心砸大錢 除了我們之前說過了 送他一棟房子之外 最新中心的財報裡面揭露了 又送他股票 這個股票算一算起來 大概合台幣1億 也就是之前的房子 其實已經大概只1億台幣 現在再加1億的股票 不只是這樣子 去年他的薪水也曝光了 年薪大概153萬美元 比2019年整整增加4.5倍 哇你就知道就是砸錢把它留下來 那這個梁夢松留下來有什麼目的呢 當然就是不斷的幫中心開發新的製程 而且這個梁夢松 當然他是他自己說的 他說現在他們7奈米已經完成了 而且接下來5奈米3奈米的計畫都將展開 可是唯獨就缺EUV的光科基 所以說了都等於白說 好今天謝謝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提醒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然後QR Code訂閱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頻道 我們同時在IG臉書推特特館上面都有官方的帳號 歡迎大家分享訂閱跟追蹤 謝謝大家收看 哈囉我是陳寗官拜託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頻道年代向前看 趕快按訂閱喔